那么为什么要我们专心细念一处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对佛的教导 我们才很乐意的去接受 佛给我们所说的一切方法 都是对峙我们的毛病 我们的病在哪里呢 善导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说了一段 然后我们看到一百二十七页 一百二十七页第二行 从第二行看起 此名众生煽动 四巨猿猴 心片六成 无有暂习 但以静缘非依 触目起贪乱想 安心三昧 何容可得 自非舍缘 脱尽 相续住心 直指西方 简于九欲 是以 一身 一心 一回向 一处 一境界 一相续 一皈依 一正念 世民想成就 得 正寿 此事后生 随心 解脱也 这一段 很重要 这一段 把事实真相 他老人家用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说出来了 我们的大病就是心不定 心贪然 妄想 纷飞 胡思乱想 那学佛之后呢 学佛之后 还是妄想 纷飞 胡思乱想 一般人 学佛 一开始 就想 广学 多文 就像一个人 念大学 大学 念一个科系 四年 才能毕业 如果你同时去念十个科系 那你要四十年 才毕得了业 那你念一百科系 要四百年 才毕得了业 而我们的寿命 有限 佛法 无量法门 那不是要到无量阿生其解也毕不了业吗 佛法 怎样才入得了门 那同样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此地讲的 一心 一处 从一 才能入得了门 唯一的方法 一门 深入 那无论哪一个法门 只要一门 一 才有入处 一是什么呢 最浅的 就是这里讲的 专心 一心 深的 就是一针 专心 一心 是能入 一针 是所入 专心 才有入处 才能入到一针 入到一针 就开悟了 就绝了 二是谜